如果他是生活安家的費用 一戶是十萬塊錢 那租金的補貼中央政府有幫助合乎規定的人 最多一戶一萬六千塊錢 最長時間兩年 但是他們沒有特別針對 比如說像維冠大樓也有租屋戶 這次有受到影響 這部分他們是不補助的 那我們上款就補助他們 條件一樣 一個人兩千塊 最多八個人一萬六千塊 但是我們是給他六個月 這個也是 那另外呢我們這個房色的部分 房色的部分如果要請建築師去評估 他到底什麼地方受到損害 然後這個的話呢我們也會有上款來適應 那剛剛所講的對民間的房色的修復或重建 我們補助他這個50%的這個費用 這個也是由上款來支付 那另外我們針對這個勞務見檢 這部分我們也會用上款來支付 大概今天所講的項目裡面 大概這些項目會用上款來支付 車子喔 車子如果說他達到損壞達到報費 每一輛我們會補助五萬塊錢 那機車的話如果損壞達到報費 這個標準一萬塊錢 每輛每輛一萬塊錢 這些都是上款 那自己剛剛居民在問的 我們上款到 多少錢呢 三十六億一千六百六十九萬 那個到昨天下午六點 三十六億一千六百六十九萬 這個三十六億一千六百六十九萬 到昨天為止 市長我們請教一下 所以我們現在那個 0206鎮災傳入 現在是還沒有關就對了 還是繼續接受外界的那個更換 沒有就是我們 當初開記者會的時候 已經名牌獎 就是 如果他已經公佈了 公開了 那這個我們 會繼續接受他們的善意 那如果說 在我們開記者會之前 還沒有公開 還沒有再進行募款的動作 那可以請他們不必 因為社會上需要善款的地方 其實還是很多 所以現在有繼續拿過來的 包括 包括來自日本 有一些因為他們在 對他們的城市裡面募款 那有一些是在台灣社會裡面 他募款 他已經募了 他沒有辦法退還 大概目前大概都是這一次 當初 當初是這樣 就是 發話公佈的 就是社會上公佈的 要拿過來的 我們那時候 意圖是37 那現在是36 所以差不多 這個 是 那 那 那個 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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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些 我們都有專案業 還有增加 還會增加 那會增加的部分主要是 安然區的部分 還有另外一種就是 租居典馬大家 再去公佈了 對 被 就是被承租的 你們有 六個 租 所以所有權責 租租者 就是我們給他六個月 對 對 房客 對 從上海 對 從上海 那另外還有一塊 就是說所謂的 這個鴻海 那兩億 我瞭解 到底有沒有用得到 因為他 因為基本上 那個郭府 也是有排查 他捐給 他捐給衛福部 是 給政災基金會 對 他捐給政災基金會 並沒有捐到台南市政府來 所以現在那塊是 我沒有把它計算在裡面 所以目前還不再說 可以運用得到的 應該是 因為我們應該這樣講 因為台南市政府是 能夠使用的上款 就是 有到我們帳戶來的 那 鴻海這兩億元 他是捐給了 救災基金會 並沒有捐到 台南市政府的社會 社會局的基金 基金帳戶裡面 所以我們在使用上款的時候 並沒有包含這兩億 市長 請教一下 那個日本人 那一次來捐款 是到社會專務裡面 不是他政災的專務裡面嗎 都一樣啊 就是那個專務啊 你如果講的是 上次我們那個照片裡面 寫的是社會專務 日本國會 日本政府捐了120萬美金 那個是到洪四次會 對 他也沒有到這邊啊 我剛剛講的日本的朋友是 因為台南市 有很多友誼的城市 那有一些 雖然跟台灣 台南市沒有建立友誼的關係 可是之前有互動 然後他有感於 三一地震 台灣社會對 日本社會的關懷 所以很多城市他們也 或是很多日本的社團 他們自己自動自發的 發行募款的動作 所以他們當然會比較慢 拿到台南市來 這一部分呢 我們都非常感激他們的好運 衛生局林局長被補充了 謝謝 市長 謝謝 很感謝 謝謝 許多點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